哈喽大家好,我是大师傅亮哥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 2013年在俄罗斯进行的 额利圣诞田径比赛 女子跳高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主角 就是跳高女生拉西刺克尼 拉西刺克尼原名库尔金娜 拉西刺克尼曾获得东京奥运会 女子跳高金牌等等 现在的拉西刺克尼已经28岁了 本场比赛拉西刺克尼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精彩的画面 本场比赛拉西刺克尼的最大金融对手 就是玛利亚 比赛的时候 拉西刺克尼的开把高度为1米79 或许是东京奥运会的话 我就没有参加什么比赛了 拉西刺克尼先40岁 只见拉西刺克尼很轻松就越过了1米79的高度 占据第一的位置 接下来拉西刺克尼第二把就挑战1米84的高度 结果还是非常轻松就被他成功越过继续处在第一位 而玛利亚前三把也非常轻松就越过了1米84的高度 接下来在挑战1米88高度的时候 被玛利亚一把就成功越过逆转占据第一位 而拉西刺克尼在挑战1米88高度的时候 似乎遇到了一点小阻碍 第一次在挑战这个高度的时候失败了 不过好在经过短暂调整后 拉西刺克尼第二次成功越过了这个高度 占据第二位 接下来的挑战高度来到了1米91 结果玛利亚第一次在挑战这个高度的时候失败了 而拉西刺克尼则展现出他奥运冠军的硬实力 一把就成功越过了这个高度 重新逆转占据第一位 而玛利亚三次在挑战这1米91高度的时候都失败了 玛利亚的成绩也定格在了1米88 接下来就变成拉西刺克尼的个人表演时间 接下来的挑战高度来到了1米94 结果拉西刺克尼前两把在挑战这个高度的时候 都是因为起跳过早失败了 拉西刺克尼仅剩下最后一把的机会 结果拉西刺克尼终于爆发了 只见拉西刺克尼奋力起跳成功越过了这个高度 拉西刺克尼也创造了本赛季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 接下来拉西刺克尼去挑战1米96的高度 结果三次都失败了 最终拉西刺克尼以1米94的成绩无许念度过 而玛利亚以1米88的成绩获得亚军 二者相差了0.06米 虽然这个成绩并不是拉西刺克尼的个人最好成绩 但是也相信新赛季刚刚开始 通过机场的垃圾 拉西刺克尼会给我们带来更加惊艳的表现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看见领域赛事 有我大嫂想办 我们下期再会